您好 欢迎收看7月11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会 华林县政府109年基优民政人员楷模表扬以及亲子原油会11号任劳举行 受表扬的人员有92位 县政府也邀请所有的民众来见证这荣耀的一刻 县长徐正卫颁发奖状及奖金 勉励每一位获奖人员在工作岗位上努力不懈 散播幸福及温暖的总子 华林县政府109年基优互政人员楷模表扬 即亲子原油会11号上午在县政府前石雕公园执行 92位护证人员受到现场民众的欢呼 同时县长也颁发了奖牌以及奖金 鼓励每一位受奖人员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努力不懈 给予民众更多的幸福以及温暖 我们的江东城处长带了这么大的盆子 有邀请了我们所有的宝券来参与我们的父母 以及我们义政护政以及我们的这个朝鲜委文会 颁奖神圣的一课 让我们的宝券知道您的家人在县政府或在地方上 为这个社会来服务荣获的最高的荣誉 也让我们大家齐聚一堂 以一个party的形态来举办 我要谢谢民政处我们所有的同仁 所以是不是借重大家的手 给我们所有民政处的同仁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谢谢辛苦了有你真好 今天能获奖的都是我们真的 的表率以及标杆学习的标杆 尤其是我们所有的护政议政 以及所有的条件委员会 对于我们地方的和谐 以及服务到宅 成为花莲县政府最长的手耳眼角 我相信这要谢谢我们所有 这个全新付出的村里长 还有我们的议政人员 还有第一线的护政人员 更感谢所有十三乡镇的乡镇公所的首长 能够献还有我们的乡镇一条心 让我们很多的行政事务 能够无缝接轨 能够一以贯之的来推动 民政处长也表示 今年的表扬活动 特别采亲子园游会的形式开放民众管理 并且设有亲子互动区以及游戏区 并且安排了精彩多元的表演节目 让92位受表扬的护政人员 不只能够感受到大家的祝福 也能够以亲子互动的形式 来了解护政单位的用心 记者林杰欢迎视采访报道